很久很久以前,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,老公公年纪大了,没有力气种田,也没有办法牧羊,只能靠拾柴换点钱过日子。 有一天,老公公到山里拾柴,走啊走啊,走得有点累,就在一处泉水旁边休息,泉水十分清澈。 潺潺的水声,好像一首优美的曲子,老公公听着听着,便睡着了。 忽然,老公公听见有人对他说,快起来,有件宝贝要送你。 老公公睁开眼睛,眼前展着一头毛驴儿,老公公喃喃地说, 一头小毛驴儿,也能叫宝贝。 没想到,泉水冒起了一个大水泡,对老公公说, 老天爷看你一辈子热心帮助人,所以送你这头小毛驴儿, 你只要对他说,毛驴儿拉筋子,毛驴儿就会拉筋子。 老公公牵着毛驴儿回家,当他经过集市的时候, 一个酒铺的老板看到他,说道, 老公公,你走得满头大汗,喝完酒解解渴吧。 这么一说,老公公也觉得渴了,他走进铺子,对老板说, 帮我把这头毛驴儿拴在门上,但是不可以对他说毛驴儿拉筋子哟。 老板觉得很奇怪,于是趁老公公喝酒的时候, 老板就悄悄地把毛驴儿牵到后院,对他说,毛驴儿拉筋子。 这话刚说完,毛驴儿居然拉出好多黄丞丞的金块, 老板很高兴,悄悄藏起毛驴儿, 然后牵来一头一模一样的毛驴儿拴在了门口, 而把那只宝贝毛驴儿自己藏了起来。 老公公喝完酒,牵着被换过的毛驴儿回家, 他对老婆婆说,老天送给我们一头会拉筋子的毛驴儿, 快拿盆子来接筋子。 老婆婆听了,拿来一个大盆子。 老公公对毛驴儿说,毛驴儿拉筋子。 可是两个人瞪大了眼睛盯了半天, 毛驴儿啊,一点动静也没有。 第二天,老公公又上山砍柴, 他走到泉水边,不知不觉地打起了瞌睡。 在梦里,又听到有人对他说, 老公公快起来,有个宝贝要送你。 老公公睁开眼睛一看, 一根木齿在泉水里咕噜咕噜地打转。 老公公说,我要根木齿做什么? 泉水回答说, 只要你说尺子凉布, 尺子就会给你穿不完的绫罗绸缎。 老公公带着那根木齿走到酒铺, 酒铺老板看到老公公那心里边乐开了花呀, 哎哟,财神爷来了。 他赶紧拉住老公公说, 哎哟,您走累了吧, 要不要喝壶酒啊? 哎,这把尺子占地方先放在柜台上, 等一会儿再带走啊。 老公公想了想说, 也好, 店老板把木齿拿进柜台换了一把。 等老公公走后, 他拿出木齿说, 尺子凉布, 这话音刚落, 哇, 整匹整匹亮光闪闪的绸子段子, 沿着木齿飞了出来, 把房间都堆满了。 老公公这回又带着假木齿回家了, 他把尺子放在老婆婆面前, 对尺子说, 尺子凉布, 可两人等了半天, 木齿一点动静也没有。 第三天, 老公公上山去石柴, 他走到泉水边又打起磕石来, 梦里听到有人对他说, 老公公快起来, 有个宝贝要送你。 老公公睁开眼睛, 面前出现了一把扫把。 老公公说, 我要这破扫把有什么用? 泉水回答说, 只要你说声扫把快扫地, 扫把就会给你扫出来很多珍贵的宝贝。 老公公带着扫把到酒铺和前两天一样, 他把扫把交给老板, 并且对老板说, 你千万不可以对扫把说, 扫把快扫地哦。 店老板悄悄藏起扫把, 另外又拿了一把放在柜台。 等老公公走后, 店老板对扫把说, 扫把快扫地。 扫把立刻自动扫起地来, 同时从扫把中滚出了许多珍珠玛瑙。 哇, 发财了。 老公公呢? 带着假扫把回家了, 对扫把说扫把快扫地。 可过了许久, 一点动静也没有。 老婆婆生气地说, 你每次回家都说带了宝贝, 可宝贝在哪儿呢? 老婆婆说, 泉水明明是这么说的, 奇怪, 到底是怎么回事? 我一定要弄清楚。 第四天, 老公公又来到泉水边, 她向泉水抱怨着, 你每次都骗我, 要送我宝贝, 可我什么也没得到。 这时, 泉水中咕噜咕噜地冒出了一只大南瓜, 同时说, 你只要对南瓜说声, 出来吧, 里面就会跳出你要的东西。 老公公带着南瓜来到酒铺, 老板一看到他, 便高兴地迎出来, 同时抢着拿老公公手里的大南瓜。 老公公对店老板说, 哎, 你千万不能对他说, 出来吧。 老公公说完, 喝了酒, 嘿, 打起磕石来, 趴在桌上睡着了。 店老板一看到老公公睡着了, 急忙对南瓜说, 出来吧。 嘿嘿, 你猜怎么着, 这南瓜突然裂开了, 劈里啪啦飞出了无数根木棒, 朝店老板打去, 打的那店老板是哀声嚎叫啊。 老公公被店老板的叫声吵醒, 店老板哀求老公公说, 哎呦, 哎呦, 饶了我吧, 饶了我吧, 我愿意把宝贝都还给你。 这话才说完, 木棒就回到南瓜里, 店老板便把毛驴儿, 木齿和扫把还给了老公公。 老公公得了宝贝, 欢乐地回家去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, 感谢您的收听。